去外媒报道称,俄罗斯国防副高官亚绿沙大师普琴科中将近日表示,以色列计划购买BMPT-72终极着-2坦克支援车。 据悉,这则消息是在2018年5月9日,该行战车,参加了红场胜利日游行之后传出的,赴俄参加胜利日纪念活动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时就在红场阅兵现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肩并肩地观看了终极者2战车从他们面前驶过。 舍父琴科中将还说,今年俄军将提亮接收BMPT-72终极着-2坦克支援车,而且已经有不少国家对购买前者充满浓厚兴趣。 特别是以色列和须利亚,2017年7月,许总统巴沙尔还专程前往了于地中海东岸重镇,拉塔吉亚的俄军大本营,克美尼空军基地,视察了当地驻军装备的BMPT-72终极着-2坦克支援车。 俄军中将的话也得到了以色列军事专家的认可。 据特拉维夫某国防研究机构称,终结着-2具备出色的机动性和强大火力,以色列军方购买该型战车的可行性是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跟伊朗关系紧张,并在虚境内爆发激烈冲突,以色列急需俄罗斯的帮助以便遏制前者,避免冲突进一步升行为全面战争。 有分析指出,虽然以色列在近期针对虚境内伊朗目标的空中打击战或飞兰,在二者面临的情况迥然不同,伊朗总是在大,也只是派驻叙利亚的人员和装备,而以色列一旦遭到攻击,就是本土遭殃,因此,从内心将以色列并不希望和伊朗全面开战。 所以不排除其会通过购买俄制武器来拉拢俄罗斯,以此作为击俄罗斯出面拉架,而地上的投名状。 另外,考虑到苏迪去当局,也可能引进该行战车,以色列希望找到一批辆车进行研究,以便做到知己知彼。 对于以色列的小九九,俄罗斯当然心知肚明,但也没必要点破,反正终极者二就是准备出口的, 卖给谁不是卖啊? 据舍府金克中将介绍,终极者二采用T-72坦克底盘,装备了反坦克导弹,双连机光炮,自动榴弹发射器, 拥有机会包括每支M1、埃布拉姆斯和英国挑战者二主战坦克在内的现役主流战车的强大火力,还能拦截低空飞行的敌方航空器, 而且特别适合在城镇中的狭窄街区,碎形掩护步兵和坦克进攻,压制和扫当敌方火力电的任务。